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4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11月份的日本工业生产数据 根据初步报告 工业生产继续缩减0.6% 5点钟将要发布的是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 11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前一个月在18.9下跌 有所改善 上午8点钟将要发布的是12月份的瑞士生产者物价指数 11月份该指数连续第四个月出现下跌 上午9点钟将要发布的是欧元区经常账户赤字 10月份顺差大幅收窄 前一个月涨至320亿 晚间9点钟将要发布的是日程表的最后一条新闻 即新西兰商业信心指数 过去两个月 商业信心指数急剧恶化 下跌33个点 以上内容为今天的经济之力 下一期将为您带来周二的相关概述 再见